这一台看起来像普通文使用的电脑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台Gaming Laptop 你们每个人都想要的电脑 MSI Stealth 16 Studio 又轻又薄又给 2K就不到 关起来只有2CM 重点它用着i7加RTX4060显卡 还不是你们要的 实际上它是一台for creator的电脑 所以它的名字 MSI Stealth 16有个Studio的字 就是咱们给内容创作的 但是同时它是可以打game的 所以为了测试它打game到底好不好了 我下中本了 这次换了Mavic 400块买了Diablo 4 这一个很自高费的游戏 你看有人 你开心 So 今天这个影片会很直接的 我们就直奔主题 先啊嘎外形讲一下 打游戏 修图 剪片 还有日常使用 工作使用 最后再看它的电池耐不待 开始吧 讲到MSI Stealth 16 Studio的 这边我有三大重点整理了给你们啦 首先第一就是轻加薄 就算它的screen很大啦 16寸 但是因为它轻薄的关系 所以女生带也是OK的 第二 超强性能 做工 剪片 打game 三A游戏 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 全世界最大电的笔记本电脑 重量1.99kg 打开之后最薄只有1.99cm 第三用上有 Magnetium Aluminium 铝镁合金材质 这个材质的好处就是很坚硬 但是它又比市面上一般使用 Aloi合金的材质的轻了差不多30%啦 还有点更重要的是防止纹啦 我拿到的这一台就是蓝色版 Star Blue 它的logo是银色的 周围用上了很多气泡气泡的点点设计 那其实这边它隐藏了左右三个 三个的扬声器 键盘也是继承了MSI一贯的单间 独立幻色RGB Keyboard 而且还支持Numpad 再来就是可能方便日常使用的大size touchpad 旁边是独立指纹识别器 背后Stylef支援 也是很sharp一下的哦 连屏幕方面呢 Stylef 16嘛 名字都有着16了 代表它有一个16寸的QHD Plus屏幕 它支持最高240的刷新率 而且比例方面选择16比10 根据MSI表示 16比10可以让上下空间更大 工作剪片的时候更方便 玩game的时候也可以带出不一样的体验 比如说可以解决到一些大型游戏时候出现的上下黑霸 然后它的可视范围也是变大了啦 因为现在很多游戏比如说Fortnite啊 Cyberpunk啊 AssassinCree这种大型的游戏啦 都已经开始适配16比10的这个游戏分辨率了 当然啦如果你是不要16寸的话 它有14加17寸给你选的 老实讲当我一拿到这台机的时候 我一开screen哦 那个2K解析度 加这个16寸screen是那种 哇 奢侈的感觉 OK 这台电脑最精彩的部分来了啦 就是它的性能啦 这里我就分成了三个阶段拍给你们看 日常使用 工作使用 还有最重要 打game用 这样我们先快速过一下它的硬件 它配备了第13代Intel i7出尾器 8GB GDDR6的NVIDIA GeForce RTX 4060显卡 最高可以到64GB的SODIMM DDR5 RAM 还有支持高达2TB的SSD 左边有LAN port HDMI 2.1 一个MicroSD卡槽 一个USB 3.2 Gen2 Type-C 右边电脑充电口USB-A Thunderboard 4 Type-C 还有3.5mm的耳机孔啦 这一整套配置你放眼望去 就是GAMING Laptop的全套装备 情景1 热肠使用 最热肠的情况叻就是带电脑出门啦 那除了轻便这件事情之外叻 HGB的IC处理器在性能上面本来就是有保证的啦 所以多任务处理绝对是错错我余的 比如说我一次过开很多个Tab不会like 比如我开机一下子就录好不用等久久 比如拿来看电影声音很好 因为人家的音效叻是跟音响大厂Dino Audio合作的 两个向上的喇叭 两个向自己的 还有两个向旁边的低音喇叭组 一共6颗喇叭再加上Hi-Res Audio音效调教 然后还有这个Tilateral三项音输出的设计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背后再放一个蓝牙音箱的话 真的可以呈现一个很正式的环绕音效 Video Call开会的话1080P的webcam 有资源脸部设备unlock 留意旁边啊 多了一个物理防规开关啊 你推一下就可以直接遮起来 有用的时候你就开 没有用的时候你就关掉 这个方式怎样都好过你买Stickle粘在这里 因为这样子真的很丑 但是你关掉了之后 你的脸部识别就用不到了 情景二 工作使用 那什么一个YouTuber呢就是我啦 剪片就是我的热场啦 那哪叫16Studio来剪片呢 你看它的配置就懂了 绰绰有余 首先是这个超大的touchpad 我是不怎么喜欢用滑鼠的人来的 那它就可以在我没有滑鼠的情况下面 从左到右这样子拖动那个进度条 大touchpad就可以帮到我咯 键盘的话是跟Steel Series合作的 配合一组RGB的键盘可以自由换颜色 灯是够了的啦 位置也还可以不会误触 打杆只是有一点点松散 第二就是用上了NVIDIA显卡 自然也可以用上NVIDIA Studio插件啊 就是当你在用一些创作软件 比如说Premiere Pro啊 Photoshop啊 DarVinci啊 Lightroom等等的时候 你的显卡会自动提升 还有加速3D演算 AI演算 还有Video Encoding等等 第三 Steel Series Studio支持180度探屏使用 比如剪好的video和团队讨论结果 或者适合客户开会的时候 做Presentation也是很方便啦 它的转轴咧 是蛮扎实的哦 一转到某个角度是可以稳稳定住的 单手开开也做到啊 Kent每次跟我讲一台好的电脑 就是要单手可以提起来才叫做好 那顺带一提 Steel Series Studio的屏幕也支持True Color Technology 这样我在调色工作的时候 也是会比较准跟比较神秘点 情景三 游戏体验 开始Test Game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次Steel Series Studio 它在motherboard里面 我有放了一个叫做Mark Switch的芯片 主要就是在你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的时候 给你调节那个功耗 比如说你在一般使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你省电 当你在剪片或者修图 或者打游戏的时候 它就给你最大的power 那性能提上来了吗 这样冷却也是要做到啦 它这次用的是cooler boost 5 两个风扇五个冷却管的设计 这边就教你们一下 按FM加上间是可以打开全速散热模式 帮你高速冷却 但是风扇的声音是有点大的哦 今天你没有耳机哦 不要开 首先试完是比较轻松一点的overcooked tool 大屏幕下两个人一起玩其实OK的 比起两个人头贴头看这小小台的Switch 是舒服很多的 那当然Switch是有Switch方便的啊 第二个试完多大都 对于下16这个spec来说 肯定是没有压力的啦 毕竟这个游戏对于硬件的追求 其实没有很高 不过讲真 16比10比例的屏幕玩下来 又好像真的不错一下 好像真的是可以比较能够预判到 对方的走位等等 第三个试试看眼神啦 众所周知这个游戏 特别吃处理器显卡 只要你的硬件稍微跟不上 你的游戏体验肯定是大大的降 我试完来一下觉得是 整体游戏体验感觉很像我在PS5上面玩一样啊 顺稳 开大招的时候画面整理也没有突然大掉 可以啊 小16 最后就来试玩我假装本来的新游戏啦 很火的Diablo 4 我自己算了一下子是好玩的 就算是2K解析度下面有很稳定的120fps 而且也有这个DRSS补增技术 据说开了之后可以多出20%的增速 但是我觉得不开就已经很顺畅了 所以我是全程没有开也觉得OK了的 这个游戏阿Kid很喜欢 我觉得他最有资格讲 每天玩到5 6点进程 没有啦 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从Diablo 1 Diablo 2 到Diablo 3 我都有玩了 但Diablo 4出来 怎样都要玩一下咯 我本来我觉得 用Laptop玩Diablo 4 怎样啦都一定会连异的 比如说我这种 出联招的时候我以为至少会有连异一点 但我没有想到 OK咯 完全没有连异咯 之所以很多人讲说用Diablo 4 来测试一个电脑的Graphic Card 景不景呢 是因为Diablo 4有很多细节 而且它整个游戏是比较偏昏暗的 然后就有 有光有暗的地方 那要暗的地方又可以看到细节咯 这个就很重要 你看啊 这种细节啊 多到啊 那Performance差一点啊 Lag都Lag死你了 真的是 来到电池不分 前面我讲到它是全世界最大电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99.9瓦时是真的很大咯 那测试的方面呢 我就有亮度调到50% 然后有打开WiFi 然后连续播放YouTube影片三个小时 调电60% 但是如果你要省电的话呢 你直接去到MSI Center里面调是很简单的啦 打开MSI Center Software 然后去到General Settings 去这个GPU Switch 这边呢有几个选项的 如果要打游戏做很heavy的 波子呢你就开这个Diskit Graphic Mode GPU就可以发挥到最大 如果你要省电呢 你就开这个Integrated Graphic Mode啦 其实不然啦你就直接打开Hybrid模式 也就是自动调节这样子就不用烦了 充电方面呢半小时可以充满 一半充满的话就是一个小时半 好啦总结一下 这一台SEL 16 Studio 我真的是可以称它为白天的工作机 晚上的游戏机 不只是搭载Intel i7 H系列处理器 还有RTX4060显卡 真的是很够力啊 剪片啊 RCU2啊 工作使用 打游戏全部都OK 2K Screen加240Hz的高刷新率 真的是爽歪歪 而且它还要轻薄 2KG不到基本上你想要带去 你就带去哪里 比起一般的Gaming Laptop 是真的方便很多 而且它还有几个尺寸可以选 14寸 16寸 还有一个17寸 最后讲一下它的价钱吧 就是10999块 但是Gaming Laptop好像也是这个价钱吧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点赞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